詞曲 李宗盛 繽紛集安幸福鄉城 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宇慧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同樣是 我們的鐵人鄉長 郵鄉長 要帶領他的鋼鐵團隊 要到我們的繽紛集安幸福鄉城 節目當中跟大家來分享 在集安幸福生活的點點滴滴 那趕快介紹一下我們的鐵人鄉長 郵淑貞 郵鄉長 宇慧好 我們所有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帶來團隊也有兩位重量級的 一位是我們的民政科科長 郵騰雄 科長好 宇慧好 大家好 那在這一位是我們的原民所的所長 我們的張金蓮長所長 宇慧好 電視機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今天鄉長帶來這兩位重量級的團隊 是不是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一連四天的國慶連假 我聽說啦 我們花蓮的旅宿業都已經幾乎爆滿了 這麼多的遊客 這麼多的鄉親 回到花蓮來 我們集安鄉是最熱鬧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的節目重點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在10月這個雙十國慶的連續四天假期當中 在集安鄉我們的浩克藝術村 有一個非常非常棒 一系列的市集跟活動 請鄉長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找回風華五年年代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美好 由大家一起來共購 創新跟創意跟莊典 我們希望能夠 藉由大家共同參與 團結的力量 締造地方的創新跟精彩 這四天年假 不只是鄉親首選的地方 更要成為外地客的好朋友 來到花蓮的一個新的景點 我們相信在這裡 除了產業的攤食以及在地的農產 和我們創新的一些美食 更有文青的這樣的一個分享給大家 同時我們也要將集安的藝文藝術 跟過去秘露藍裡的歷史 來創造給所有的鄉親來認識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邀約鄉親別錯過 心動就要馬上行動 在集安的產業市集 從108年獲得我們原民會的一個支持 也獲得了我們縣政府全力的推廣 讓集安鄉的動能越來越強 創意越來越多 尤其在這一次裡面獲得了花蓮縣政府 縣長支持50萬的經費專款 在消費券裡面 集安鄉再來挹注30萬 80萬總額的消費券 就要送給鄉親好朋友喔 所以待會我們原民所長會帶來 怎麼八棒三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請鄉親一定要在這三個時間出現 就可以獲得免費的這樣的一個消費券 我們相信地方的努力 地方的美好 是由大家共同一起集思廣益 來共同分享 所以這一次是我們集安的大團結 更是全民創意的大大的展現 最距今的是10月9號的下午4點到6點 我們要帶來找回風華50年代 我記得那時候我小時候六七歲 看著人家國氣流行 我相信這也是60歲以上的長者的一個回憶 屆時我們會推出農民老伯伯 我們會做出了這個愛國的口號 我們會穿上了旗袍 背上了國旗抱 我們會來搖旗吶喊 慶祝中華民國 雙十國慶生日快樂 我相信這是一個感恩教育 我們也希望喚起大家對國家的一個重視 對我們必如藍旅 為過去情跟奮鬥的長者 以及仙人來做自意以外 同時要帶來滿滿的一些 我們的回憶創新精彩在集安 所以大家記得我們10月9號的下午2點到4點 要在浩克藝術村出發 往中山路的方向來走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精彩 如果您願意跟我們一起裝扮的跟國旗 跟復古50年代有相關性的主題 也可以獲得 可以獲得我們的兌換券的獎勵 請鄉親好朋友不要錯過了 10月7號到10月10號 一定要來 吉安鄉浩克藝術村 錯過了 就沒有再回頭的精彩找不回來囉 是所以這個一連四天的國慶連續假期 在我們的吉安浩克藝術村 有兩大主題 一個就是連續四天非常豐盛非常美好 而且充滿在地風味特色的市集 包括了原住民包括客家 包括了所有的青年創業產業 所有所有的東西集合在一起 讓大家來體驗 一連可以玩四天 那還來就是剛剛香港強調的 10月9號 你也喚起我兒子的回憶 打個鼓 拿著國旗 臉上還要花爽石 非常可愛喔 所以今年的10月9號下午4點開始呢 我們的遊行 國慶採接遊行會開始走 那歡迎大家如果來不及報名 沒關係到現場去 只要你身上批個國旗也可以 然後或者背個國旗包包 甚至於任何任何您覺得 對於愛國家表現的一些創意造型 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走 這是非常棒的 歡迎大家 那今天兩位客長來 當然就是跟大家報告 詳細內容是什麼啦 那我們先從遊客長開始 針對這個10月9號的遊行採接對不對 好來客長交給你說明 好的 其實剛剛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的鐵人鄉長 遊鄉長是非常有創意的 這個號稱這個梅花路點子最多 那這一次我們的雙十國慶要有別於往 那其實我們鄉長 遊鄉長從上任到現在 每年我們都會辦理這個雙十的國慶 今年特別不一樣 因為今年剛好適逢有連續四天的連假喔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同歡的嘉年華會 不只是只有我們的鄉親 也包括我們所有花蓮縣的鄉親 更有這個來自我們全國各地的這個遊客 都非常歡迎 那剛剛我們鄉長跟這個漁會 其實大概都有提到說 我們這一次 雙十國慶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要重現民國武林年代 復古的這個風華 那大家都知道 民國武林年代大概就是 我們現在在台灣地區的一個中間分子 是最勤勞最孝順的一個年代 那非常有這個奉養父母 這個栽培子女 然後對工作是非常認真 所以呢 當時的民國五十年代是最純真 要從農業要開始轉型為工業 那我們的生活也開始有比較富裕 那這個年代呢 是最簡單的幸福 對國家的認同感非常的深厚 那我們這一次要重現民國武林風華 除了表現出我們對國家的敬愛 對我們的這個長輩 對我們的晚輩 對我們的鄉親的一個友誼以外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加入創意 加入創意 所以我們這一次 報名參加的這些隊伍 除了剛剛講的必須要有這個 國慶的歡樂元素 必須有愛國的這個 所謂的國旗的元素之外 只要你有任何的創意的裝扮打扮 我們都非常歡迎 那也為了公所委這裡也非常的貼心 為了要補貼大家的一個製裝費 材料費 所以我們都會編表演費 給這一個我們的隊伍 那我們這一次的隊伍 非常非常的豐盛 我們的這個邀請的隊伍 那目前已經開始在報名的 除了我們18村以外 那還有社區 那也更包括了我們的軍人的體系 舞蹈班 樂曲班 還有我們的幼兒園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協會 公廟 客家團隊 原民團隊 新住民團隊等等 哇 你看多麼繽紛 多麼多元 這個就是我們要打造出 繽紛集安 幸福成鄉的一個元素 那講到我們的國慶 那是在我們連續假期的第三天 我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非常有特色 來自我們全縣各地的特色攤位 60攤 所以很歡迎我們所有的鄉親遊客 在這四天假期 來到花蓮一定要來集安 絕對會讓你這個收穫滿滿 那我們的時間剛剛講過 是在10月9號禮拜一的下午4點到6點 我們就要開始創意採接遊行 那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非常歡迎所有的鄉親來到現場 但是請你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嘉年華會 化妝舞會 請你化個妝 帶個這個裝扮 我們一起來為國家來慶生 那我們的地點就是從浩克藝術村 在我們中山路往慶北 這個一街 慶北二街 然後再從我們的吉安路 走回到我們的浩克藝術村 雖然說只有短短的兩公里 可是我們要讓大家有感覺到那種慶豐收 所以我們選在慶豐 非常一個回想到以前那種很簡單的一個 滿足的那種幸福感 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既然要講到說 要邀請我們所有的鄉親好朋友一起來 那表示我們這個活動 有什麼特別有什麼好康的 我們這次只要是參加我們的創意採接 只要我們有走完全程兩公里的喔 我們就會送兩張 我們60個攤位的消費體驗券喔 就會送兩張 那當然我們講過 既然有這個創意採接 總是要有一個鼓勵他們的性質 所以呢我們還會採定點的表演評審 所以剛剛講過了 我們現在預計30隊的隊伍 除了盛裝打扮精心的裝扮以外 他們今天他們所有的這個演出 那經我們評比出來喔 我們還是一樣 還會再獎勵 鄉長特別交代說 他們在這個連續假期 犧牲他們的這個休假 來為我們的這個吉安 打造出一個不一樣的一個雙十國慶 所以呢我們的獎金 從六千元到兩千元不等 那希望所有的參加的隊伍 都能夠全力以赴 更歡迎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在10月9號下午4點 就一起來到我們吉安的浩克醫師村 共同為國家慶聲 是所以這個喜歡這種國氣氛圍的人 那在這個10月9號 歡迎大家一起來 剛剛講說我們目前已經召集 已經將近有30隊的隊伍了 社團啊公廟啊幼兒園學校都有 那有準備了這個創意比賽的獎金 對不對 鄉長我可不可以為現場的鄉親請命 我知道鄉長很大方 我現場亂Cue鄉長都會說好 如果像我還來不及報名 我相信節目播出的時候 30隊早就滿了啦 可是如果大家看到我們節目在10月9號那天 甚至於我外地的朋友來 我跟他說走 我帶你去吉安浩克醫師村 然後他們也很想要展現創意 他們如果真的很炫很棒 非常吸睛請問鄉長莫加馬獎 我直接Cue 我們臨時走進我們的隊伍 只要他有裝扮 我們都會給予當天的消費券 因為那一天是9號 如果9號你來不及消費 沒關係 我們還有10月10號 對 最後的ending場 所以在我們的消費券的 同時待會我們的圓民所長 也會告訴大家 有三個很重要的時間 您一定要到 因為我們會天天發這樣的一個消費券 給我們的鄉親 好的 所以10月9號這一場千萬不要忘記 大家一起來 剛剛講的是50年代 可是我相信除了國旗啊 國旗裝 國旗帽灰 國旗打鼓之外 我相信年輕的一代 對國家的認同應該有新的想法 我們很期待 當天是不是有年輕的族群 帶來特別不一樣的國慶造型的創意 跟我們一起來採接遊行 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幸福氛圍更加的 讓大家覺得好開心喔 好 那現在我們畫面要跳到 我們張經典所長這邊 剛剛講的 7號到10號 1連4天60攤耶 真的是相當的龐大的一個市集陣容喔 那請所長跟大家介紹一下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鄉長上任以來呢 一直在積極推動我們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所以我們每年都會辦產業市集 那規模呢跟類別也越來越多 那陣容越來越龐大 我們從最早就是輔導我們的小農跟手作業者 提供他們一個平台跟銷售的舞台 那今年我們突破以往市集的模式 那現在目前攤商數呢 也高達了60攤 那還有攤位想要進來 那因為我們場地也有限喔 這表示說我們吉安鄉在這幾年在辦市集 是被大家認可 贏得大家的一個信任 那也從這裡呢可以看到鄉長在推動產業的這一個 是成功的 而且也用心良苦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10月7號到10月10號 在每天的下午2點到8點 我們會在浩克藝術村 我們有三個時段來發放我們的體驗券 2點我們要發1000張喔 1000張喔 然後呢4點我們會發600張 那6點我們會再發800張 每天嗎 每天4天 對 所以是相當豐富相當大方的 那我們的活動內容 除了市集的巡禮 我們還有闖關的 親子也可以闖關活動 然後還有二手的家具是希望這些地球的資源 能夠再賦予它新的生命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禁歌熱舞 在享受美食的同時也可以欣賞我們的歌舞 歡迎大家來 那今年呢我們主要是市集的特色 我們會邁向就是多元化以及跟著流行走 那還有族群共融 所以用的一個氛圍下呢 創造具有創意的文青的文創商品 然後我們也開發了新口味的吉野餐 那還有新住民想念家鄉的那種家鄉的美食 對 那所以選項更多元更豐富 這也是為什麼今年我們繽紛市集 讓它更美麗更繽紛更亮麗 那六十攤的攤位呢 我們有最受大家喜歡 而且跟著流行趨勢的西伯市集的攤商 還有花花茶草 攤花惹草的 那種花園世界的那種感覺的攤商 那還有我們新口味的一個吉野餐 新住民的家鄉的美食 然後還有客語跟資源回收的闖光活動 那再來就是來去吉野走讀小旅行的一個闖光活動 然後二手家具能夠賦予它新的生命力 那最主要就是我們為了要扣合主題在線武林風華年代 我們設置了懷舊復古的商品跟美食 那另外也設計了銅板架的懷舊復古的商品跟美食 那另外呢鄉長也加碼 我們還有好康禮 那個就是你闖光活動成功 我們另外有好康禮 那至於好康禮是什麼 我們在這邊賣個關子 就是要大家來現場來體驗 那現場我們除了體驗券之外 我們也歡迎大家用現金來選購你喜歡的商品 那也歡迎大家在雙十國慶的這個佳節 能夠就是跟著家人一起來好客義書村走走 不怕你來就怕你不來 因為我們的獎品太豐富了 是真的真的 偷空遊客長說明跟我們的張所長說明 大家有沒有心裡面覺得好期待喔 我聽著聽著我都覺得我要去跟著遊行 我要去六十灘好好的走它四天 六十灘相信每天去都有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豐收對不對 鄉長這樣的一個國慶連續假期的一個精彩活動 是不是趕快跟大家再做一次呼籲呢 是 吉安的精彩美好不是吉安鄉公所單打獨鬥 而是所有的鄉親跟我們所有的產業 以及在地的每一位努力的人 一起來集合共共 謝謝我們所有的志工以及社團 村長跟所有每一個創意 鋪陳在吉安的氛圍 因此締造了吉安的美好跟幸福的移居 我們希望日日有精彩 月月有驚奇的吉安 不只是在地方的產業推展 更帶來的生活化的一個創意新典以外 在浩克藝術村也有一文多元的這樣的一個美好 我們也希望不分族群不分年齡不分你我 大家記得10月7號8號9號10號來到吉安 讓我們找回豐華武林年代 創意百年的兵分吉安 是我們很開心一連四天的國慶連續假期 您決定要去哪裡玩了嗎 看到今天的節目 您一定跟我一樣很開心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一去就玩四天 9號晚上的彩接遊行 更是希望你把全家人一起帶來 如果阿公阿嬤願意走出來 我們也帶他們一起來吧 非常歡樂的大人小孩 我們一起來遊行采接 一起來慶祝雙神國慶 一起來享受我們兵分吉安的幸福跟美好 我們這個節目真的越來越棒了 所以只要繼續鎖定我們兵分吉安幸福成像的節目 我們的鐵人鄉長會帶領他的鋼鐵團隊 來跟大家報告吉安到底有多少幸福的生活點滴 今天謝謝我們的三位特別來賓 感謝您的收看 10月7號到10月10號 不要忘記了 我們大家在浩克藝術村相見囉 掰掰 謝謝